設計師 開完會之後 設計師要如何把 在開會中所交流到的意見 具體的呈現出來呢 在跟設計總監開完這個會議之後 設計師們會把下一季的流行資訊 跟他們個人的靈感融合在一起 然後再以手繪的方式讓它呈現出來 我們現在來到了打板室 請問一下那個洪總監打板這個環節是在服裝設計裡面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其實當設計師把他的設計完稿完成了以後 他就必須與打板做溝通 讓他把他的作品很具體的呈現出來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可以訪問到貝爾妮妮公司的打板師張小姐 張小姐妳好 妳好 可不可以請妳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打板跟立彩的不同在哪裡 一般打板的話它有分平面打板還有立體打板 立體彩剪 那平面打板的話對於初學者來講可能會比較容易上手 因為一般你在坊間學到的大部分都是平面打板 那老師他會給妳一個數據 譬如說哪邊水平畫過來下來多少平行多少 那初學者他會比較容易上手 那但是當初學者他進行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他會開始發現平面打板它打出來的線條 它是比較平面的不立體的 那對於線條的比例跟設計師的溝通 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完整的東西可以呈現 那慢慢的一般資深的打板師他就會想要進行立體裁剪的操作 那立體裁剪的話它是將布放在人台上 那完全就是在上面可以邊操作 然後邊跟設計師溝通 那出來之後立體裁剪它的線條 會感覺比較有修飾感 而且會比較立體 那一件衣服因為它是很立體的線條 穿在身上你會覺得它是非常好穿的 那請問一下那個張小姐 我們可不可以就是說直接跳過打板 然後直接在立體裁做一個動作這樣子 可以 如果說你對立體裁剪操作是非常熟悉的 那我們可以用各種不同的素材 就是比較接近我們實際完成素材的質感的配樣 然後在人台上進行操作 那邊操作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邊跟設計師溝通 把要的感覺 譬如說柏朗要大一點啦或者要小一點 或者是這個切割線 我們要怎麼樣的呈現讓一件衣服感覺是瘦的 因為現在的人都喜歡瘦嘛 那它怎麼感覺是瘦的 立體的 史上的 都可以一併在人台上操作 但是這個必須是要有一點技巧的 好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請張小姐為我們示範一下這個立材 因為這一個它的布料層比較有垂垂度的 那所以我就是選擇它跟它材質比較接近的胚布來操作 那通常的話我們就是大約把我們所要的 就是一般資深打板師的話他大概會知道說他成品 他的感覺就是說他完成的大概長度寬度是怎樣 那我們就是先粗略剪下一個長方形來 然後在上面操作這樣 種類請將屏 wel正足 它也算致不可 接着飢部會覆了 limitations 衝刺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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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會刺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就是一个完成的板子了 那现在完成的板子呢 我们就进行到样本室的 去进行那个成品的制作 去进行那个前面 去进行一下 去进行的